各位長官 各位企業主管 大家好 我是向上國際的創辦人兼總經理 今天聊一下向上國際跟品牌的淵源 我今天從這三個題目來做分享或分析 第一個會讓大家對遊戲機產業有比較深入的了解 它在這15年來的變化 我大概用幾分鐘的時間讓大家清楚的知道 它其實是一個被埋沒的金礦 為什麼做品牌會做比較深入的描述 接著我們在這一年來對於品牌的改變還有所有的努力 向上國際的故事來當作出發 這個頁面很有趣 但我向上國際現在並沒有做這個東西 但這件事情是電子遊戲機產業的傳奇 它叫小瑪莉 我想大部分95%以上的人都知道 它現在成本全新的一台大概6000 但是現在在西非賣得最好 因為西非現在在挖礦 不是比特幣 就是真的愛挖礦 都是中國在挖礦 這一台在那邊賣3萬 那這樣的事情在8年前 中南美洲有一樣的榮景 那這件事情告訴我們什麼 台灣是一個非常會做產品的國家 這個產品穩定 不會當機 機率好到不得了 所以這樣的東西後續發展還有像彈珠台 是木製的 木製的彈珠台 在3年前 5年前到3年前的那兩年 平均台灣每個月有10到20個貨櫃 一直往中南美洲輸出 一直到現在 每個月幾乎都還有3到5個貨櫃在輸出 台灣是一個非常會做產品的國家 那這件事情就好壞一半 好的部分 每個要做產品的都會跑來亞洲 跑來台灣 來看看你有什麼產品可以讓我的國家來營業 因為產品他穩定 他喜歡 但是他不認識台灣的公司 那這事情在15年前最熱絡 15年前的台北電子遊戲機展 我稱呼叫朝聖 電子遊戲機展的規模非常的大 甚至比現在在 因為到今年已經幾乎都在大陸 在爬州 當時的規模比爬州的規模還要大非常多 來的客人80%都是外國客戶 有俄羅斯的有東歐的 有歐洲的有中央美洲的有美國的 全部來朝聖 那時候的電子遊戲機的產業鏈非常的豐富 從機殼 機台的外殼 從 開模成型 從電子遊戲機板 從超票機 從 TikTok 就是 數據 那個 票券機 還有Power Supply 易經螢幕 一直到軟體開發 整個產業鏈非常結構完整 而且很縮密 品質又好 在15年前 我們是電子遊戲機出口的大國 那這個是那時候的榮景 大概維持了3到5年 所以從10年前開始 整個市場的變動趨勢 開始轉移平台 從PC 然後從網路 從手遊 這段路 台灣的企業 80%沒有跟上 所以導致還在零件供應 有個故事是 在5年前 我們在美國的市場 上個月 可能還有500萬可以收 下個月叫做零 這是非常恐怖的事實 為什麼 因為當地的 電子遊戲機工業 自己發展出來了 再來 其他比台灣更落後的國家 技術比較差的國家 他們也起來了 所以他們開始進口 俄羅斯的 東歐的 波蘭的 捷克的 所以在整個世界的趨勢 台灣在那個時候 其實還在供應零件 所以電子遊戲機 在10年前 開始逐步衰落 衰敗的速度之快 到今年 整個台北電子遊戲機的展覽 不到3000人 裡面 不到20% 不到20% 是外國人 所以這個興衰 其實看在眼裡 我們認為 如果以電子遊戲機的產業 還要再供應零件 而不做品牌 而不做產品 事實上在國際市場上 是不會有位置的 所以我說 常常台灣太會做產品 得到的是 很快速的獲利 但是他不做品牌 堆疊不上去 或者不做 完整的產品 去做營業 去做營運 所以市場掌控度是低的 這件事情必須被 好好的檢視跟形思 上上國際是用這個角度出發的 所以 可以看一下 2009年 我們也經歷過了代工 技術力跟低毛利求生存的年代 在那個時間 我們看到了這15年來 電子遊戲機可能的趨勢 我們有跟上來 所以在 2011年 我們正式走進的 Online Game的遊戲 那時候是做老子有錢 這個產品 現在狀況還不錯 到了2012年 我們看到了台灣市場的 整個market 它的微納量是不足的 台灣的企業 坦白說 在場的每個人應該都非常認同 我們必須是冒險家 因為台灣的企業如果不走出台灣 不太可能 還有10年20年的榮景 這個是 我認知的鐵則 所以向上其實 一直都是以做國外市場 為最主軸市場 所以在2012年 我們開始進軍美國市場 競爭 施殺 非常激烈 全部是國際大廠 但我們在2015年 花了三年的時間 打敗了26家國際大廠 有澳洲 德國 韓國 加拿大 美國 加起來26家公司 在北卡羅來納 我們成為市佔率第一名 那一年 在北卡的獲利率 是淨利兩億元 同年老子有錢 在營業上的成長 是一個月破億 所以在2015年 我們要開始 對於國外市場 非常積極的努力 想要再度 征服四海 所以 對於這件事情 我們開始遇到障礙了 我們跟 中南美洲的客戶 跟美國的其他客戶 在談合作的時候 我們產品他非常喜歡 我們非常能夠談生意 但是他不知道你是誰 所以在那個時候 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念頭 就是品牌 品牌如果在這個時間點 不快速的堆疊上來 我認為我們的後面 要去做全球市場的能力 是會非常薄弱的 所以品牌在這個地方的加分 對於整個產品力 大概有50%以上的加成性 這個事情在我們的產業 非常明顯 因為我們的產業 東西是不可以壞的 你甚至兩三年後 維修次數是不能高的 它要非常的穩定 365天能夠營業 所以信任穩定 這些基礎 在信賴上就會變成 你是誰 你的品牌在哪裡 成為一個能夠談生意的主軸 所以我們也非常 像上國際其實 在做世界的市場 非常重視核心的數據 這個特別提一下 因為我們有 博士帶著八位碩士 做了全公司的大數據 這事情其實是為了世界市場而準備 這樣的事情我們已經做了四年 所以對於國際市場 對向上來講它不陌生 它是一個一直想要做的項目 但是在2015年2016年 我們遇到了比較大的瓶頸 就是你是誰這件事 所以開始對於品牌做了非常大量的投資 精神、金錢 全部投資進去 在2016年我們開始做了國際上的參展 那在G2E Asia 在澳門 這個參展非常成功 我們在第一天就把所有參展的錢 全部賺回來了 所以台灣是很會做產品的國家 但是也因為太會做產品 忽略了其他 應該要堆疊上來的力量 在2017年 我們共襄勝局 參加了台北的電玩展 那陳副總統也有莉領指導 在去年 G2E Asia的澳門展 我們第二次參展 成績也非常好 所以做 電子遊戲機的這個產業 以台灣來講做產品 做全世界的市場 不難 但是你是誰 沒有人知道 所以這件事情 讓我們非常的 有熱情的把向上的品牌 要推向國際 我認知之後的亞洲 要在這個行業 它會聯想到的就是向上的國際 這個等號性 我們在這三年內會做出來 這個向上現在未來三年 要達成的目標 目前向上的產品 有分修閒遊戲 合作開發 修閒遊戲一半是自己在營運的 合作開發 跟當地的主市場 的前兩名 營運商來做配合 共同定義市場要的產品 我們希望逐步的變成有 Apple的影子 而不是逐步還在代工的階段 這件事情其實我們非常的 希望它能夠完成 API算計是 我們這個行業 開始在做交互 錯綜複雜的生意的開始 這特別描述一下 在歐洲市場 其實它是非常成熟的地方 平台商就是平台商 金流商金流商 營運商 遊戲商 角色分明 所以他們的做法是 組成一個脈絡網 平台商跟遊戲商 共同經營市場 各取所需 各賺各自的錢 這件事情在API串接 是這種很複雜 把地球當成平的 的概念 再進行的商業行為 那我們還有一個平台授權 那平台授權 你的產品只要夠好 平台授權的獲利是高的 它的毛利將近百分之百 這是向上的產品 的四大主軸線 那裡面有特別把數學模組 拉一個顏色 因為在我們遊戲機的行業 其實數學模組 是最基本的核心 如果這數學模組不夠好 產品事實上是沒有生命力的 不太可能推得出國際 再來講一下向上 為什麼要做品牌 前面其實講蠻多 我分成內部跟外部 做兩個層次的描述 大致上內部的問題 很多公司是相同的 尋找人才 但是我們這個行業 其實現在又開始 有五年前 RPG遊戲公司的影子出來 現在在台北的內湖 錄資的公司 一百到兩百家 全部在搶 這個行業的人才 我們聽到一個故事 是13個人 做3D動畫 錄製過來 你要多少錢 一個人 每個人說八萬 好人民幣過來 就過去了 搶人的速度非常恐怖 這個在五年前的 RPG遊戲公司 五年前為什麼特別提 五年前台灣是 做 RPG遊戲全世界第二名 第一名韓國 第二名台灣 五年沒了 全部通通沒了 他速度非常的快 首先就是人先搶走 再來因為大陸有 足夠的市場 但是我們到大陸 受限很多 所以他養自己 自己內部的企業 之後再開始做全球戰 這就是他的策略 那這件事情非常恐怖 現在也在發生中 所以如果品牌力 在以對內部來講不上來 我們對於這些人才的吸引 是非常不足的 你有多少錢 你都聘不過他 所以這是對內 一個人才上的問題 那我們有一個 我們有個訴求是 向上國際在這個行業 這個產業是合法又專業 但是我們被傳統電子遊戲 有一些既定影響 所以導致我們在爭財上 也會遇到一些問題 那更應該做品牌 這是對內部的 另外來講 就像剛剛那個故事 我們在尋求歐洲 美國 中南美洲 這些大廠合作 或者營運商的合作配合的時候 我們遇到的問題是 你是誰 這個你是誰 我們很難去描述 他就是品牌 因為他不認識你 所以我們在國際市場 如果要更能夠往外擴展 全球市場能夠做得出去 基本上品牌非常重要 在我們這個產業來講 但是這也順道帶一下 在這個產業的台灣企業 幾乎沒有做國際品牌的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所以其實 以亞洲來講 非常多的外國公司 國外大廠 對於亞洲 台灣 做這個行業的公司 幾乎完全不認識 他或許看過你的產品 但他不認識你是誰 不是只有我們遇到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要突破 所以我們必須做品牌 那有一個很不可思議的數據 在整個亞洲地區的電子遊戲機 95% 來自於歐洲 澳洲 跟美國 這三個地方的公司 佔據了整個亞洲 95%電子遊戲機的市場 那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 甚至在5% 基本上是日本 但這是非常不可思議 因為我們是亞洲人 我們應該定義 電子遊戲機 在亞洲 是應該要非常成功的 但是卻是被外國公司 全部掌控 那這件事情 我們必須突破 我們必須做品牌 那最後一個就是剛剛講的 陸資現在 開始在搶人 學習這一塊 這一塊市場的狀況 那這個 我們更應該做品牌 這是從外部的問題 來做一個品牌上的描述 所以 向上國際是從 一開始的技術力 慢慢的到產品力 市場擴大到全世界 我們認為 品牌力如果沒有上來 我們很有可能 也就停在現在了 所以 也謝謝品牌台灣 在去年對我們的支持 那 那這件事情 我們花了非常大的精神力量 要努力的做到亞洲第一 這是向上國際 目前三年內要達成的目標 接下來是品牌台灣計畫 向上的創新要力 我們會邀請 跟我們配合的 薩巴卡馬公司 來做這方面 我們在這段時間做的努力 還有成效 在這裡先謝謝大家 大家午安 那在開始介紹之前 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薩巴卡馬的品牌顧問 我叫Vincent 那今天我們的總監 James也有在現場 那其實 我們過去跟向上合作品牌 台灣計畫之前 其實已經有一些 展覽合作的一些機會 那我們其實在過去一年的 一個合作的部分 其實我們從內部 外部到品牌定位的一個了解 到後續定位確認之後 衍生出來的一個商業設計 還有我們確認了品牌定位之後 如何讓公司內部的員工 清楚了解說 公司為了要發展品牌 你們每一個小螺絲 都是公司發展品牌的一個核心 我們透過了一個這些過程 來去梳理向上的一個品牌定位 那其實我們在做它的一個品牌的一個過程 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 其實向上內部對於品牌的一個聯想 跟外面的一個客戶對他們的聯想 其實有一些差異性 其實可以看到說 其實他們對於向上的一個聯想 包括說公司的一個未來 正面積極 樸實謙虛 夢想家這些部分 大家是有一些聯想的一個部分 可是來訪談外面的一個廠商 他們卻往往只有對於說 我知道向上 他們的產品很有名 老子有錢很有名 他們的一個遊戲很有名 就是剛剛顧總所講到的 他們的一個產品很有名 可是大家對於他們的品牌 好像沒有多一點的一個情緒的一個反應 跟一個感觸的一個部分 這是我們在執行這個專案計畫裡面 發生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那接下來其實我們也透過市場 再來了解說 到底目前的一個亞洲的一個遊戲市場 他們的一個現況是什麼樣子的一個部分 來整理這些數據 寫有給向上來去做全面性的一個通盤考量 還有就是說 主要的一個競爭者分析 因為剛剛顧總有提到說 目前台灣主要的一些競爭者 包括說IGS 與Galding 網銀這些公司 其實基本上並沒有在全球或是亞洲市場 有在做一個開拓 所以其實我們除了台灣地區的一個競爭者 以外我們也把海外地區 目前已經在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個遊戲公司 都把它一併納進來 去了解說 他們在品牌面的一個策略 行銷面的策略 設計面的策略 是什麼樣子 來提供給向上做後續的一個建議 那其實我們在這個部分 也有針對台灣的一個遊戲廠商 他們的一個玩家 來去進行品牌力的一個效益 到底我玩過向上的遊戲 那我對他們的品牌有什麼樣子的認知 那我們總共收集了1352份的問卷 其實我們有得到幾個有趣的一個結論 這邊跟大家很快速的做一個分享 其實是一般的遊戲 相信在座也有很多人 有玩過所謂的遊戲 其實大家最喜歡的一個行銷的東西 是在於說 免費的寶物 跟虛擬的寶物 是不是能夠讓我 透過這個遊戲可以免費拿到 這個是一般玩家最喜歡的 那再來是 到底向上在台灣地區裡面的一個 最直接的一個競爭者是誰 到底這個直接競爭者 跟我們的差異是什麼 這邊我們有得到一些數據 來跟向上做一個分享 還有就是說 向上比起其他遊戲公司來說 其實在品牌知名度這一塊 其實是稍微比較薄弱的一點 所以我們從幾個力道來去著手的一個部分 我們去發現說 我們包括說它的願景 它的一個承諾 以及它的一個感覺 到底提供給我們的消費者 還有我們的一個購買商 是什麼樣子的感覺 還有就是說 我們最主要的核心價值 向上想要帶給我們的客戶 還是不管是對內 對外傳遞的核心價值有什麼 包括說卓越 還有就是透明 剛剛顧總講到的是 我們是合法 我們所做的東西就是透明 可以接受市場 我們合作夥伴 以及政府單位的一個檢驗 還有就是說 我們的一個成長 因為我們從過去的 炒創的公司 到現在有一定規模的公司 其實我們對於未來 有更大的企圖心 我們要做到最大 我們要做到最好 那這些核心價值的一個部分呢 我們想要透過個性的部分 來去體現 讓我們更多人來去知道說 向上未來是有遠見 以及有自信的一個公司 那當品牌定位確認之後 其實我們後續衍生出來了 文字說明的一個部分 包括說中文 以及英文的一個品牌故事的部分 那還有我們討論了非常久 確定下來的 Betting on Orange 這句slogan 這邊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Betting on Orange 其實是要強調向上的一個能力 你跟向上合作 你可以把 你有問題的部分交給向上 例如說我今天是購買商 我今天是API 串接的一個廠商 我跟向上合作 我不用擔心 跟向上合作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我只要提供我的需求 提供我要的服務 提供給向上 向上可以來解決我這部分的問題 那一般的消費者 Betting on Orange 對於一般的消費者來說的話 其實電子遊戲的一個部分 其實大家就是在尋求一種刺激感 那其實向上其實是提供了一種 很公平的一個機會 讓每一個玩家 都可以透過這個遊戲 有一種尋求刺激感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品牌標語 來去傳遞向上未來的核心的一個概念 那這邊的話 我們有幫針對這樣的核心 我們有做了一支的一個動畫的影片 那這邊請大家欣賞一下 OK 那大家看到說 其實我們這一次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動畫影片的產生 其實是向上在這之前 其實已經有一個 就有的一個CIS的部分 那為什麼我們要再特地的 針對新的定位來去修正這樣子的CIS 是我們想要透過這樣的一個視覺 把剛剛有提到 我們是有遠見 我們是有自信的這樣子的一個部分 透過視覺的部分 來去傳遞給我們的一個消費者 跟我們的一個購買商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這一次的一個品牌計畫 其實在我們商標這些細節確認之後 其實我們在去年的同時 2728兩天 我們這邊也有規劃了兩場的一個 內部的一個教育訓練的課程 教育訓練的課程內容 我們包含了例如說 告訴我們的員工 到底品牌跟你的工作有什麼關聯性 因為常常很多部門的一個同仁 在接觸到行銷部 或是品牌部的一些協助的時候 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又要增加我的工作量 其實我是遊戲 我是工程師 還是我是設計師 我本身的業務量已經夠重 到底公司為什麼要在做品牌 那其實品牌 其實我們透過這樣的教育訓練課程 其實是要傳遞 其實您的工作 其實跟品牌就有一定的關聯性 如果你不知道公司 為了要走的品牌路線 你就有可能 沒辦法讓公司成功的去塑造一個品牌 我們把這樣子的觀念 透過一個課程的部分 來去進行一個傳遞 那其實我們跟向上合作的一個計畫裡面 除了大家看到我們以上這些內容以外 其實我們這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其實品牌定位確認之後 其實往往是很多客戶不知道 那我拿到這樣子的品牌定位之後 我應該怎麼樣來去傳遞 我怎麼樣來去 第一個 對內來去告訴我的一個員工 再來是我對外該怎麼樣去行銷 所以 後續其實 薩巴卡馬延續僵持的一個定位 有幫向上合作 一起來規劃了一場 內部的一個品牌發布會 那這個品牌發布會呢 其實我們是預計 我們在今年的除夕前 就是2月13號 我們在台中有舉辦僵持的一場活動 那這邊我們有剪輯了很簡單的一個影片 來請大家欣賞一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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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将会有数千万人正式向上国际 那其实这场活动 其实向上他邀请了 他们全台湾台中跟台北 三百多个员工一起历领现场 那透过我们的一个活动规划内容 包括说我们新的视觉的展出 包括说我现在比的这个胸针 其实是现场 他们所有内部员工 都可以拿到这样一个产品 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规划 让顾总的一个说明 让希望说 员工对于公司 其实未来要走的一个品牌 是有一致性的一个向心力 我们来协助向上 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的部分 那其实我们在下一阶段 其实向上 我们如何把这样的品牌 持续对外来来去落实 其实我们除了在他们的网站 有做一个全面性的 一个品牌视觉的规划 在后续的一个策略面的一个建议 我们也会建议他们 针对国外市场的一个规划 或者是我们有一个 形象代言人的一个部分 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建议 让大家对于向上 未来要走的一个品牌路线 可以跟我们的竞争者 第一个有一些差别化 第二个可以把这些东西 来去借由这些平台 来去发挥向上的一个品牌力 那后续我们也会跟向上 大家有看到说 顾总在有提到说 报告说前年去年 他都有参加G2E Asia的部分 那其实未来我们其实也在 持续把我们新的一个品牌视觉 会持续落实在他们的一个 今年的一个展览设计上面 那以上是我们这一年 跟品牌台湾跟向上这边 合作的一个部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